这家店如果不是熟人介绍 可能你走到门口了 都不会注意到 它竟然是一家饭馆 它的存在相当不起眼 它的后面是高档写字楼 正对面是市中心的高档住宅 而它居然还是瓦片房 并且它的招牌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对联 因为以前我住在对面比较近 看了这个铺子 以前是做小吃的 后面坐着坐着小草 结果慢慢的客源具体比较多了 现在也是反正就是 这个就是家庭作画嘛 店里和想象中一样小 只有四张桌子和两个包尖 进门的右边就是厨房 左边是菜品 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名厨亮荡 这一波操作不仅让人放心 而且经常来的熟客 有时还会来到厨房 和厨师聊上几句 一下就感觉很亲切 这要烤菜呀 我都很大 我都不愿意 你打开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厨房连着餐厅炒起菜来 油盐大的时候真的很漂亮 不过就是这样 零环境的小店 却占据了中国八大菜系的两壁江山 它可以对江座那边的菜 口味比较清淡 然后呢小孩比较适合 然后比较有营养 然后它的食材比较新鲜 老板是福建人 擅长米南菜 老板娘是浙江人 擅长浙江菜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夫妻 其实他们只是朋友 并且还是来成都以后才认识的 因为以前我们开的比较少 然后我一个人没办法坐下来 后面就叫他们进来 合作进来一起坐 第一次来他们家吃饭的客人 一般都会问菜单在哪里 可他们家是没有菜单的 判断你是不是熟客 这就是衡量的标准 做这种小海鲜 买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随时变化比较快 所以这种就是没办法定价 没办法做那个 为了保重新鲜 老板每天八点多 就会去海鲜市场买菜 我们就是要临时去 定义看什么东西好 买什么 海鲜是有婚季节的 有些季节 有些是不好的 是不能吃的 我们就不买 平时吃惯了八大菜系中的 另一壁江山川菜 今天在面对 这闽菜这两壁江山的时候 自称资深吃货的我 不及所谓的切 看着货架上的海鲜 竟有一种无足下手的感觉 偷偷打开了美食Ave 点了一道 只乎所有人都安理的 葱油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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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因为这家店它做的 本身的味道比较突出 听说这位小姐姐 已经来过六七次了 所以我请她推荐了几个菜 土地虾 然后它的蟹 它有的 有的 对 它那个口感挺好的 里面有肉 然后吃的脆脆的 本想再加一道 小姐姐强烈推荐的 福建特色小吃五香卷 可老板却说 我今天更好没有 那个是手工菜 我们是包一次 然后做完了 没空就没做 就过两天就再做 这样子 就是这么奇怪 什么东西越是没有 就越是想吃 于是我的心 默默地唱起了 啊 无香 与彼此相多一香 可能老板看出了我的失落 极力给我推荐 豪仔煎蛋 也是闽南特有的小吃 红酥粉里加入生蚝仔 油炸成形之后 再加入一个鸡蛋 蛋也刚好裹住了 分不密集的生蚝仔 边缘的鸡蛋吃起来 干干脆脆 中间的口感 却是芭芭嫩嫩 感觉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生蚝仔 为了不出错 又点了红烧小黄鱼 和白酌虾 鱼和虾的个头呢 是相当的大 主食是干虾炒米粉 分的 是相当的扎实 菜一端上桌 我就觉得 点多了 为了不浪费 最后把虾和米粉打了多 其实 他们家还有肥肠 我觉得来这里点肥肠 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口气烈皮 配了鸡皮做鸡 至于味道嘛 麻烦自行想象 我就不瞎编了 或者你也可以 亲自来尝一下